美情報體系遭重創 百餘份機密情報被泄露 突出迷離間 外界猜測不斷 美國政府出面調查此事 拜登揚言不擔心泄密事件 流傳出來的泄密文件 有俄軍攻擊烏軍路線圖 真還是假 泄密文件還有俄乌雙方死亡人數的統計 是否真實可信 泄密人身份曝光 真相背後隱藏什麼秘密 擁有世界上最大情報體系的美國 竟然也會把絕密的軍事情報 泄露到社交平台上 而且這一泄露就是100多份文件 雖然美國泄露情報也不是第一次了 斯諾登事件就曾經震驚全球 但是能夠被美國《時代》周刊說 這是十年來最大的情報泄露 究竟是什麼樣的情報呢 我們先一起來看一下 4月7日 多個中文社交平台帳號發布 和轉載了一系列文件照片 文件上標有 美國最高軍事諮詢機構 參謀長聯席會議的標誌 照片內容 有關俄烏戰場局勢 還提到了西方國家 對烏援助等信息 隨後 網上又傳出消息 第二批更加機密的文件 被曝光出來 其中還提到了印太軍力部署 中東和恐怖主義 國際主流媒體 也都報導了泄密事件 稱美國政府已經介入調查 事關正在進行中的俄烏衝突 這就足以令公眾情緒激動起來了 這些情報從何而來 誰在泄密 曝光的情報是不是真的 今天 新聞見證組 就這些最基本的問題 為您找尋答案 讓我們開始今天的事實核查 我們首先從網傳文件溯源 開啟還原事件真相的第一步 通過開源情報的核查 可以畫出一張路線圖 來追溯泄密文件 在互聯網上的旅行 國外媒體報導說 信息最早出現在一個叫Discord 遊戲交流平台上 這個平台上有很多服務器 其中泄密文件最早出現在一個叫 Talkshake Central的服務器上 另有媒體稱 早在2022年冬天 這些文件就已經被上傳 但現在這個服務器已經改名或關停 我們無法獨立核實該信息 我們能確定的是 3月初 泄密文件在Discord平台上出現 發布信息的是一個名叫盧卡斯的用戶 這個用戶在3月1日和2日 在遊戲平台上傳了大量照片 是我們能找到的最早的 泄密文件來源 4月5日 在線留言版網站 4Tran上出現有 泄密文件照片的留言信息 留言者是一名 ID是一串字符的匿名用戶 與此同時 泄密文件也出現在社交平台 Twitter和Telegram上 4月6日起 國際主流媒體就開始了大規模 關於泄密事件的報導 這些美國機密文件 從泄露至今 已經有四個多月時間了 在這段時間當中 曝光出的文件數量 遠遠比我們現在在網上看到的 圖片數量要多 《紐約時報》報導說 泄密的文件數量可能超過了100份 還有人說 泄密者掌握的文件有300多份 但是這些文件 目前我們在互聯網上 已經看不到了 大部分被刪除了 那麼我們的調查員 也是找遍了互聯網的各個角落 最終是搶救到了 其中的19份文件 我們把它打印出來 在我手中拿著 這些文件到底是不是真的 那麼這些信息都顯示出 這是一份高級別的情報 但是它的內容到底準不準確呢 我們一起來看調查員的細節分析 在我們掌握的19張 泄密文件照片中 這張照片是流傳最廣的一張 這份文件的標題是 美國盟友和夥伴 烏克蘭軍隊的戰鬥力量組成 表格的第一排還標注了裝備信息 運輸情況和訓練進度 表明這份文件是關於各國向烏克蘭援助的 武器裝備和訓練進度的圖表 每一橫排則顯示了武器裝備名稱 數量 來源國家 運輸情況 訓練所需時間 和負責訓練的國家 根據文件信息 我們可以整理出一份 各國援助烏克蘭的武器裝備表格 這些援助烏克蘭的武器裝備 種類豐富 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各種類型的坦克 包括各大媒體多次提到的 鮑2A4和鮑2A6坦克 還有挑戰者T-72 PT-91 T-55S等各個國家的主戰坦克 援助數量最多的裝備 非裝甲車莫屬 文件顯示 美國一下子就援助了 Messis Pro M113和Strike Kaker 三種型號的裝甲車 一共280輛 各類火炮也是援助的重點 包括自行火炮 如M109 AS90 和榴彈炮 如M119 D30 FH70等 此外還有各種型號的 其他戰鬥車輛 如英國哈士奇戰術支援車 德國凋式部戰車 和BMP部戰車等 這份文件提到了西方國家 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 坦克 火箭炮 機槍等 各類武器是不少 對於新聞見證組的老觀眾來說 這些信息其實也不算新鮮 因為我們對於西方國家軍事援助 烏克蘭的裝備信息 是已經見證過兩次了 而且還都跟這份文件上的信息 能對上號 見證組可是拿不到美國情報的 我們是通過開源信息求證 那麼現在大家看到的 這個泄露情報上的內容 和開源信息 能不能對應上呢 我們用美國援助的M113 裝甲運兵車來舉例 檢索M113 美國和烏克蘭等關鍵詞 調查員搜索到一份 美國國務院政治軍事事務辦公室 發布的事實清單 其中提到自2021年以來 美國已經投入超過358億美元 用於安全援助 其中就包括300輛 M113裝甲運兵車 使用類似的方法檢索 其實可以通過不同的信息來源 來見證泄密文件中提到的信息 而且查證後 絕大多數裝備 都能夠在各國政府權威發布 或是國際主流媒體報導中 找到對應信息 2023年4月13日 荷蘭中央政府官方網站公告 首次發布了荷蘭對烏克蘭的 軍事援助規模 其中就包括Viking裝甲車 這是2月28日的泄密文件中 所提到的裝備 但直到4月 這一信息才被公開 對於泄露文件中提到的 軍事援助信息 我們在公開的權威信源中 大部分都能找到對應 但這是不是就能夠證明 其他文件中的內容 也是真實可信的呢 如果我們不能做出 一錘定音的判斷 那麼其他的泄密文件 是不是也同樣可疑呢 接下來我們一起來 來見證一張戰略圖 這張圖上的信息 標示得非常細緻 在我們掌握的19張文件照片中 有三張地圖 時間都顯示為 2023年3月1日早上6點 其中有一張地圖 標題是巴赫木特軸線 軸線右側的紅色部分 是俄軍陣線 左側藍綠色部分 則是烏軍陣線 中間的陰影部分 代表著交戰區域 圖中標記的紅色箭頭 表示的是從俄羅斯實控區 向烏克蘭方向的軍事行動 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認定 這張圖是俄羅斯的軍事計劃圖呢 如果這份文件是真的 那麼是不是就意味著 俄羅斯調兵潛將的信息 落到了美國的手裡呢 文件左側解釋說明了 這些行動的意思 說行動區分了主攻方向 和助攻方向 俄軍圍剿巴赫木特 行動是來自北面 東面和南面三個方向 但這些行動只是助攻 圖片上真正的主攻行動 將會發生在巴赫木特西南方向 俄軍的目標是控制恰索夫亞爾 而且 俄軍將從恰索夫亞爾的 東南面約7公里處發動攻擊 一旦行動成功 俄軍將牢牢控制住 巴赫木特的西側 從而實現對巴赫木特的核維 我們能夠看出來 這是一張局部戰場的地圖 圖上還標明了 俄羅斯軍隊的行動方向 很明顯主攻行動是去攻擊 恰索夫亞爾 那麼我們知道在3月1日的時候 俄軍確實是攻擊了恰索夫亞爾 那麼他的行動路線 是否和這張所謂流出的情報圖中的 行動是一致的呢 我們以恰索夫亞爾 3月1日等關鍵詞進行搜索 找到了一些信息 2023年3月1日 俄羅斯塔斯社報導稱 包括通往恰索夫亞爾的道路 都處於俄羅斯軍隊的火力控制之下 同日 烏克蘭普里亞米電視台網稱 俄軍炮擊了恰索夫亞爾 導致一名老父受傷 美國CNN向恰索夫亞爾派出了記者 3月1日當天的視頻顯示 恰索夫亞爾能清晰地聽到炮彈爆炸聲 我們查閱了多家媒體報導 而且多方面的信息進行交叉的驗證 現在可以證實的是 3月1日俄軍確實是向恰索夫亞爾方向 發動了進攻 而且與泄密文件當中 所掌握的俄軍主攻的行動方向 是基本一致的 但是問題在於 這張我們現在看到的泄密情報圖 最早的出現日期 可以被查證的是在3月1日或者是2日 所以我們並不能確定 它是在1號俄軍發動攻擊之前 被泄露出來的 那一份所謂1月份 就已經被泄密的文件夾 因為被網上刪除了 所以不能夠被印證 那麼這份情報儘管跟實際發生的是一樣的情況 但是時間上是存在疑問的 接下來我們還有第三份文件可以驗證 而且在驗證這份文件的時候出現了一個意外 那也正是這樣一份被質疑有篡改痕跡的文件 它被篡改的內容是什麼 哪份文件是真的 哪份文件才是假的 新聞見證組不要走開 我們下節見證繼續 鴻屋戰場上死亡人數一直都是個謎 那麼2號文件會不會有問題呢 美國的媒體挖出了一個 掌握了這些軍事情報的神秘人 認為是他冒著巨大的風險 把情報泄露到了互聯網上 真的有這麼個人嗎 他又是怎麼能夠接觸到 這些機密文件的呢 擁有世界上最大情報體系的美國 竟然也會把絕密的軍事情報 洩露到社交平台上 這些情報從何而來 誰在洩密 曝光的情報是不是真的 那也正是這樣一份 被質疑有篡改痕跡的文件 它被篡改的內容是什麼 我們在收集網上 這些能夠看到的泄密文件時 發現了一個驚人的問題 竟然出現了兩張 看起來是一模一樣 但是關鍵數據卻截然不同的文件照片 這個數據就是俄乌雙方的戰損情況 關於這個數據 見證組以前也是做過 但是無法給出準確答案 要是能夠鑑別出這兩份圖片的真偽 也許我們就能夠更加接近事實 我們來看一下這兩份文件的信息 這個關鍵性數據非常小 很難被發現 那麼在這個黑色的框裡面 我們說一號文件當中 顯示的是烏克蘭的傷亡情況 但是到了二號文件當中 同樣的數字被標注在了俄羅斯的 傷亡情況裡面 也就是一號文件當中 俄羅斯的傷亡情況是多於烏克蘭的 但是在二號文件當中 俄羅斯的傷亡情況卻遠遠低於烏克蘭 我們先看存疑的這兩張泄密文件 為了方便後續的見證 我們把這兩張照片標記為 一號文件和二號文件 一號文件來自推特平台 二號文件來自Telegram平台 這兩張文件看上去非常相似 標題都是俄羅斯 烏克蘭 3月1日的衝突現狀 除了右邊照片上的紙張更大一些以外 兩張圖片的排版地圖折痕 都幾乎相同 但是當我們放大左下方的 評估傷亡總數部分 就會發現兩份文件 竟然給出了不同的數據 一號文件顯示 俄羅斯陣亡3.55到4.35萬人 遠高於烏克蘭1.6到1.75萬人的數據 而二號文件則顯示 俄羅斯陣亡1.6到1.75萬人 遠低於烏克蘭6.1到7.15萬人的 陣亡數字 此外 戰鬥機 轟炸機 懸役機 地面車輛 戰略和戰術對空導彈的數量 也都有所不同 俄烏戰場上死亡人數一直都是個謎 早在2023年1月份就傳出消息說 摩薩德提出了一份 俄烏雙方的戰損情況報告 報告當中清楚地列出了 俄軍共投入了41萬8千名士兵 其中陣亡1.8萬人 受傷4.45萬人 烏軍是總共投入了73萬4千士兵 其中15.7萬人陣亡 另有23.4萬人受傷 烏克蘭總統府給出的說法 卻不太一樣 他們發布的信息當中 烏軍的折損數字是1萬到1萬3千人 現在看來這個數字跟1號文件當中 是能夠對應上的 但是跟2號文件它就差別比較大了 那麼2號文件會不會有問題呢 2號文件來自一個叫做 頓巴斯女孩的Telegram帳號 我們在Telegram上 已經查不到這個帳號的信息 疑似已經被註銷了 但是在一個叫電報數據的網站上 我們找到了該帳號的發布記錄 確實有泄密文件照片 一共兩批12張 但是隨後系統信息顯示 還有泄密文件的貼文已經被刪除了 那麼頓巴斯女孩的帳號 到底有沒有修改文件照片 我們找到了一些細節 在公開的泄露文件照片中 有一張標題為 評估戰鬥可持續性和損耗的文件 這份文件中 俄烏雙方的數據被細分成了 地面 防空和空中力量三大塊 且配有彩色比例條 值得注意的是 這份文件上的陣亡數字 與1號泄密文件非常接近 與2號文件有較大出路 在此我們為1號文件找到更多印證 其實即使是根據我們掌握的 泄密文件照片進行交叉驗證 我們也不能完全地確定圖片的真假 畢竟以現在的計算機和人工智能的能力 編輯修改幾張圖片 實在不是什麼難事 但是我們能夠確定的是 Telegram平台一定不是最初的泄密地點 現在我們也只能把問題推到了 是誰泄露了這些情報 美國的媒體挖出了一個掌握了 這些軍事情報的神秘人 認為是他冒著巨大的風險 把情報泄露到了互聯網上 真的有這麼個人嗎 4月12日華盛頓郵報發表獨家報導 說他們找到了一個Discord用戶 他知道是誰把文件泄露到網上 這個神秘的泄密者代號叫做O.G. O.G.是Sack Shake Central服務器的管理員 他從2022年冬天開始就在向服務器裡 上傳機密文件 O.G.不喜歡美國政府 在他看來 美國執法部門和情報界 是一股邪惡的力量 試圖壓制其公民 讓他們蒙在鼓裡 O.G.到底是誰 我們只知道這樣一個代號 但是它的真名是什麼 它又是怎麼能夠接觸到 這些機密文件的呢 正當我們疑慮的時候 美國司法部爆出了一個重大消息 說泄密的人抓到了 4月13日 美國司法部長發表官方聲明 司法部逮捕了捷克·道格拉斯特希拉 原因是他涉嫌未經授權移除 保留和傳輸機密國防信息 BBC爆出了逮捕現場的畫面 顯示身穿軍綠上衣 紅色短褲的特希拉 被6名武裝人員帶離現場 BBC稱特希拉被告知 面臨最高15年的刑期 4月14日CNN報導稱 特希拉自2022年12月左右 就已經開始在網上發布機密文件 法庭文件顯示 2021年以來 這名21歲的年輕人 在美國空軍國民警衛隊 擔任信息技術職務 因而獲得了訪問 在線絕密文件的許可 特希拉就是這個神秘人OG嗎 是他洩露了100多份 美國五角大樓的情報嗎 紐約時報認為 之前那個叫OG的Discord用戶 就是特希拉本人 那麼這是來自美國方面的說法 烏克蘭和俄羅斯的看法 卻不太一樣 烏克蘭總統辦公室顧問 在Telegram平台上發文稱 泄密文件是俄羅斯人的經典把戲 這意思就是泄露方是俄羅斯 但是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又說了 這一起所謂的秘密文件泄露 是美國用偽造的文件來誤導俄羅斯 那它的意思是說 這不是某個人的行為 而是政府行為 關於OG和特希拉 現在都是美國方面搞出來的 如果美國不是在自導自演 那麼一個年僅21歲的軍事技術人員 有沒有可能接觸到 這麼多的美國軍事機密 根據CNN的報導 特希拉被認定是一個 泄密組織的領導人 在被逮捕之前已被監視 CNN同時披露 根據美國空軍公佈的服役記錄顯示 特希拉是馬薩諸塞州 空軍國民警衛隊的一名現役飛行員 他於2019年9月加入服務 他的正式工作 是網絡傳輸系統的工作人員 據美國空軍稱 網絡傳輸系統專家的任務 是確保該服務的 龐大的全球通信網絡正常運行 說起特希拉的身份 就不得不讓人想起 當年震驚世界的能進門事件 2013年 愛德華斯諾登 向《衛報》和《華盛頓郵報》 揭露了一部分情報文件 美國國家安全局 有一項代號為《棱靜》的秘密項目 要求電信巨頭威瑞森公司 必須每天上交 數百萬用戶的通話記錄 該事件也被稱為《棱靜門事件》 當時有媒體就評價說 這是一起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監控事件 其侵犯的人群之廣 程度之深讓人擇舌 愛德華斯諾登 在2013年5月離開美國時 他在美國的一家國防承包商那裡 工作了不到三個月 職務是在夏威夷的一處 國家安全局設施內擔任系統管理員 愛德華斯諾登本人 也自《棱靜門事件》後輾轉各國 最近信息是2022年9月 俄羅斯總統普京授予斯諾登 俄羅斯公民身份 斯諾登本人現在哪裡 尚無信息查詢 這一次的泄密事件 跟之前的泄密事件還不太一樣 歷史上這些泄密的文件 基本上都是缺乏 時效性的過往信息 但是這一次洩露出來的情報 是關於正在發生的事件 它的破壞力波及到了 北約和美國的其他盟友 所以泄密發生之後 美國政府官員真的是焦慮壞了 泄密文件出現在推特上的第一天 美國五角大樓和各大新聞媒體 展開了對泄密者的調查 推特官方也發布公告 他們受到來自五角大樓的壓力 要求平台刪除有關泄密文件的貼文 美國政府的焦慮 恰恰說明了泄密事件的破壞性 美國政客新聞稱 情報泄密後 美國與盟友陷入危機狀態 倫敦 布魯塞爾 柏林 迪拜和基辅的官員 紛紛詢問美國如何讓網上流傳的信息停下來 對於韓國來說 泄密文件顯示 美國正在監視韓國 這使得韓美高峰會談 陷入微妙境地 但加拿大則是在美國情報泄露後 表示不受泄密事件影響 重申會繼續在五眼聯盟框架內開展合作 各國憂心的反應 能否說明情報確實為真 或僅僅是與美國盟友關係脆弱的危機公關呢 目前美國軍事機密 仍然在互聯網上廣泛傳播著 社交平台變成了泄密者 傳播者和美國政府角力的擂台 然而這些文件到底是真是假呢 可能也只有一些權威部門 才能做出確切的判斷 後面是否還會有驚天大雷 我們拭目以待 新聞建立組 感謝你的收看 下期再會 請來 大家見面 請多多多按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